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还来到了晚上七点半 刚刚带大家看过了这个餐饮不可流的情况 现在呢我带大家来逛一逛广场 其实呢除了吃以外 晚上我们夜间活动还有很多种形式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目前还有一些商务 还有一些文艺表演 一起来看一看吧 在第二次疫情爆发的时候确实过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到百分之百的客流状况了 除了之前参与的北京消费券儿以外 我们每周都有不同的文艺活动 现今我们是一直都有的 因为客流是我们从后台也能看到 我们的销售数据现在也是非常良好的 我们相信夜经济在政策的服势之下会越来越好 今天过来是跟朋友一起吃饭 已经觉得北京的疫情一直降到了三级 而是夏季的小尾巴一定要抓住了 因为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出来逛街了 我感觉大家都是已经做好了准备 然后去恢复以前的生活 来这边一般就是吃饭喝酒 然后有的时候在那边跟朋友玩玩密室这些 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上班族平时都很忙 尤其在北京咱们的大城市 现在可以出来见见朋友放松放松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然后疫情严重的时候就没有出来过了 最近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展览 今天就是又重新想去把这个展览 重新再细细地看一遍 因为现在就是比较好 约朋友出来玩了 就是玩的地方也更多了 对 然后就比更开心 口罩会一直戴着 然后注意与他人的距离啊 这些然后酒精消毒啊 这些都会注意的 听过刚才的夜游呢 小新发现虽然在公共场合还需要戴口罩 但是大家在保持良好的防护习惯的空时 已经重新开始夜间活动 北京夜间的烟火器已经慢慢回归了 小新也相信随着疫情直渐停稳 北京的消费剂继续进行 北京夜间经济会被禁入吃饭 我们的生活也会很快恢复正常 北京与山崇義